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建华又说选举事务处会就资料不存的个案向登记人查询 可疑个案就会交给执法部门跟进 至于区议会选举美湖南选区的落选人黄德泉 去信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 只在选民登记策入面发现登记资料有异常的情况 包括一部13个登记选民当中 有7个人不同姓氏的情况出现 要求调查和采取有关行动 质疑是否涉及中票影响选举的公平公正 他又说已经与法律界人士交换意见 暂时未有下一步行动